好 我们接着 他说 唯有这个身心剧断 这个淫积 这一份淫积当然就是那一份 那一份因缘 那一份机缘 虽然他不一定表现出来 但那个触动这一份贪欲的这一份淫积 必须要身心剧断 断性义无 在这对佛菩提才有所希望 如我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颇寻说 所以后来衍生了很多观念 就是颇寻说 但现在后来就是越来越编越多 阿难 又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杀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如果你也不能有杀 这个一个是淫 一个是淡淫 一个现在是杀 其心不杀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因为杀也是一种生死相续 其实他就顺着这一份也是爱取 本质也是爱取 因为我们是有这种爱取之心 才会生贪 贪嗔 虽然嗔好像不是爱 但也都是因为对近的直取 才会隐身境界的这种可不可爱而生 坦嗔之类的心出来 所以其心不杀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如羞三昧 本出尘老 杀心不除 尘不可出 众有多志 禅定献前 如不断杀 必若神道 上品之人为大利鬼 中品其为飞行夜叉 诸鬼率等 下品当为地形罗刹 这个就是说 你看 众有多志 禅定献前 所以这根本质烦恼在 本质烦恼在 所以有的人他 识变力也很强 那定力他的身心能专注 所以磨道 你看六一天磨 其他的磨本身都具有 你像当一个磨 他本身如果身心极为躁动 那是下品磨 大磨必须具有 能有大的抉择力 一个磨动不动就受尽影响的 你说他能干什么大事 一个磨讲的都是有的没有的 人家一听就哈哈笑的说你能影响多少人 但多少都有他的 他的巧思 他的错误的逻辑 是不是 他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 所以他的道理必须要是 人家能掩盖模糊众生之间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辨能力 跟他的逻辑 令众生能觉得合理 那他是不是必须要禅定的对身心的专注力 他必须要能 你看 即便当磨都必须要有一个 他有他的应该有的气魄 他有他的决断能力 是不是 或者说 一个磨如果像毛躁小孩子 那是小鬼 对不对 他能干什么事 对不对 乱蹦蹦乱跳的 那个能干什么事 即便你看 你看那像希特勒 那个都是脑筋非常好的人 都是脑筋非常好的 他们能针对有些事情 他们能破坏整个战略 怎么样 你看他们来怎么驾驭这些将军 然后用如何思想 来鼓动了整个民主的狂乐 没有他一定的道理 你怎么去突破 你怎么去引导那么多人 让大家愿意信守 问题是 你看 他可以为了要进化种族 有没有道理 他用一些似似而非的科学理论 要进化种族 你以为他白说的 他有道理 或者一般人 一般人怎么会接受 所以有时候在政治人物最会这样 你看政治人物 那个脑袋你看多好 但他都知道 人的那种猩猩 从这边去挑拨离间 如何去发重取宠 都有他那一套的 这些脑筋都会长好了 尤其像现在政治人物 笑骂尤人 你看是不是有定力 我们被人家骂被人家笑 我们就在乱蹦乱跳 他不是 笑骂尤人 够厉害吧 虽然不是禅定也蛮有定力的 不是吗 这个已经到无耻的时候就很有定力了 无耻彻底的就很有定力了 笑骂尤人 但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心性很笃定 目标很清楚 他也可以笑骂尤人 所以一个人要处在这种大风大浪当中 要没有他的坚定心智 他能干大事 魔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 上品的为大力鬼 也就是智慧够高的 定力够强的大力 再不行的就是小鬼 地形罗刹 所以你看 连当鬼都要 有时候我们要讲 有 像我们这种根性 连混个黑道 大概也混不出什么样子来 是不是 那个 黑道像黑道 我们动不动就是 如果 像以前那个黑道说砍就砍 我不是讲 所以之前有一位 跟我们住在一块 我那个 人家那个黑道 看起来 看起来对老人家都很客气的 那个彬彬有灵 你就不知道他是黑道 可是他脸上有很多疤 但我们大概以为他受伤 怎么样 跌倒不是 那都是砍来的 那个鼻子砍到环过来 再把它贴上去的 那这个砍过去掉了再贴上去 可是那种年轻人 就对人彬彬有了 你就不知道他是流氓 这种人就是 我有一次他带我到弹簧间 哇 那武器很多 武士 刀 什么东西 一堆 我看不出他的外相 怎么里面躲这些东西 那心很展觉 很断然 所以你看他那很条柔 但受杀就杀 他也都不怕施 他那个心很笃定 面对这种 所以他才会感慨 要像现在 杀 都没有人靠近 然后叫 散掉 大家都好 都是用喊的而已 以前的流氓就用砍的 现在流氓就喊 然后一直叫 就彼此都没靠近 这样 那就叫别人去死 那像他们以前 这种流氓不是 那以前是乖孩子 是 读书高中的时候被威胁 动不动 因为家里有钱 被人家威胁 到最后 他逼到不得已 就变成流氓 他讲说他以前不是 以前他家有钱 但一位同学欺压他 一直威胁他 到最后他还他 他就直接拿刀 拿那个刀 那个光宫那种刀 你知道他怎么去 他坐公车去了 你看他就不管你的 他就坐着公车 这样到人家家里去 父母都跪下来 对方的父母都跪下来 他就原谅了 父母跪下来 所以他的心有很善的一面 但逼到变大流氓 所以他身体一打开 他那个刀伤好几十处 那这都是 这要是以古时候就是将军了 我看 就是真的拼出来的 不过跟真的看不出来那种样子 现在不一样 我就讲说 即便干坏事也要这样的一种历练 那你说干坏事都这样历练 那修行解脱呢 那当然 可是这个人杀性在 不是吗 但你说他智慧怎么样 但他有他的那种沉着稳定 是不是 跟我们这种毛毛躁躁的怎么比 所以我们你想 如果让你当鬼你是哪一种鬼 当然我说 我才不想当鬼 我说假如你当魔是哪一种 你是魔米魔女的 还是这个灰形叶叉的 大力鬼是不是 不像 想一想 想一想 连自己当个鬼都不像一样 好呀 惭愧惭愧 是吧 像你看 我不是讲说 我们现在如果稍微痛的 是不是像那个 那个我弟讲说 他们有时候原住民 在那个钉 钉皇子 那个钉枪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打 对不对 有一次打一打不小心 就打到手 手就贴在墙壁了 打到手 就把手黏在墙壁 你看他那个牢壶钱 一夹夹下 用口水涂一涂 继续工作 我们一眼赶快 嗡咽嗡咽 看完到一眼 会不会破伤风 就这样 人家就是拔起来 然后用口水用一用 继续工作的 就直接穿过去这样 那你想你会怎么样 对他们来讲 大惊小乖 是吧 所以有时候 这种气度 这种心智的坚固 坚韧 乃至那种冷静 是不是也要有相当的 我们讲不要讲智慧 讲聪明 那心性的笃定 这就是一个起码干大事的 应该有的 那我当然这里岔开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那当然修行 是不是也应该如此 像这个心性 如果背后带着烦恼 就往魔道走了 往鬼道走 那个称心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不是魔道 我们是不是鬼道 当然不是 可是一翻脸就是 你可以现在好好的 可是一转脸就磨了 不要惹到你就磨了 惹到你就变鬼了 所以你那个人家是 哇呀 多好的修道人 是不是人天善法 只要稍微人家一次机 马上变魔 马上变鬼 我哪有鬼 没有 当然你没有那么恐怖 不过那个鬼像就出来了 那鬼习性不就现出 当然你不可能 马上就长了很多脚出来 可是你那种习性 那种烦恼 甚至有的人就起大恶力 虽然他还不马上多入鬼道 魔道 但他的相貌 种子就往那里成熟了 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在 以人道为主 但其实我们背后的那个烦恼因 是不是都在 我们可以一念间就转掉了 所以魔道也不是天生魔 他不是就在当人的时候 造这些叶才到处又被魔的 所以这就是修行人 就必须要在这一点看到 你如果带着称心 一直长养称心 就是往鬼道走 不是吗 你又加上你又用功修禅定 你又读经文法 结果称心又不习 等着当鬼 然后就问 那哪一种鬼 弄得老半天 只有在三种鬼里面挑一种鬼 什么没修到最后 变成选择哪一鬼鬼 总不能到最后 我们来比看谁凶 比看谁是大力鬼 还是聪明灰心夜叉 是不是 比诸鬼神亦有途中 各个自卫尘无上朝 你不要以为 他有的人 他有的是欺狂的 有的是真的认为的 在他的认知里面 他就跳不开他这个认知 他就认为他成就 包括我们修学佛法的人 他在某些观念上偏差 他就认为他真的 他也不欺狂 他不是故意骗你的 他没有打妄语 只是他讲错而已 他没有骗你 他真的这么认为 但他错了 头头是道 在佛法当中 这一类的人可多了 但是我们也不是 我们也心性善良 我经常讲 有时候我们心性善良 我们也尽量依经而解说 但要是解释错呢 你的心善良 你的依经 可是你解错 产生的作用 跟魔的作用也没差 是不是这样 你无心 你不是要造恶 但你所造成的结果 跟魔造成的结果可能会一样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解错了 令众生迷思了 这个作用跟魔有没有差别 当然我们现在这是额外讲 我们讲说 你如果不断除杀 所以从杀当中 逐步要往内断撑 是不是 我密度后 目法之中 多持鬼神赤胜世间 自言食肉得菩提鲁 是不是 现在也多了 也多了 这种食肉 当然每个人不一定有这种因缘 完全吃素 我们没有硬要求大家吃素 是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 我们会赞叹吃素 但我们没办法要求每个人吃素 但我们绝对不会肯定吃荤 这是不是有差别 我们赞叹吃素 没办法要求每个人吃荤 但绝对不会去赞叹吃荤 因为这众生肉 即便是三斤肉五斤肉 毕竟是众生肉 黄围杜鉴 如果真的要吃也三斤肉五斤肉的 那千万不要去 明知众生受苦 还能忍着下心来吃 这个对悲心的伤害是很大的 是吧 所以他自言食肉得菩提道 就是说他连 这个是连知见都有问题的 连知见都有问题 跟前面讲的 若广行贪淫为善之事 令诸众生若爱见坑 一个是烦恼 一个是知见 那像这个讲说 自言食肉得菩提道 它是不是也同样是 烦恼跟知见的问题 阿难 我令比丘十五斤肉 此肉皆我神力化身 本无命根 不是能坏它的 它是我化的 如婆罗门帝多真思 加以沙食草菜不生 我以大悲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甲鸣为肉 如得其味奈何如来灭肚之后 食众生肉鸣为氏子 但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变成提婆达多 你知道吧 我们是提婆达多 外道 不正见 因为我们吃素 所以有些南传的他会认为说 我们这个吃素的是提婆达多 变成我们外道 吃肉才正常的 但这个时代走到这里 不管你宗教不宗教 大家反而肯定吃素 这个走到之下 有时候佛门在谈吃素 反而人家是站在整个大自然 站在一种很自然 不是宗教味道 再来悲悯这些友情众生 那讲说 不吃 我怎么忍心令众生苦 他们不会讲佛教的语词 但他们可以推广这份爱 是不是 那我们更不可能说已经在修道的人 为了贪着 有啊 有的人到最后就是这样 这个当然这个讲有时候 不过就变了 像比如说我们就算 假设修生文法的他们吃肉 那照理讲吃什么就什么嘛 到哪里 可是有时候不给肉不行 我们以前就有碰到这样的例子 因为像我们来台湾 吃素很方便 而且都很好吃的 但有些人来他们坚持还是要吃肉 这其实就违背了佛法精神 佛法精神就是你脱波吃什么吃什么 你绝对不肯去挑我要吃什么 但佛法走到末的时候就连这个情形 有时候一旦久了就开始变质 如果大圣佛法的精神慢慢摔 以后就说我们久了 我们以前大圣经是最殊胜 现在大圣经变成是慢慢就会改了 当然普遍大众学佛还不受影响 但受一般教育的人 就做学术教育的就慢慢都受着影响了 其实影响很大了 好 那假如这个慢慢时代已久 众生福报越来越美 以后连吃素就会认为你是外道 其实修行不一定要吃素 你信不信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会越来越严重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除 那一份本来的慈悲心也被取代掉 是不是 名为师子 其实又一个修道 如果处在那种环境 他们的因缘 那也无可话说 可是问题 随远走到哪里 道人走到哪里随远 吃素又何不可 本来应该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有时候一听到 我们一个团体请人家过来 结果有人坚持要吃肉 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在整个大环境里面 出家人 现出家巷就吃素 这是这里的习惯 结果因为办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的时候 竟然一定要吃肉 这下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 只好不得已因为抗议 安排到另外一个旅馆 就让他们吃 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很为难 是不是 这是我们这些吃素的 帮你办吃荤的 可是没办法 人家不守这个 就是那时候 因为第一个开眼界 哇 怎么这样 如等当之是食肉人 重得心开四三摩地 绝对不是真的 相四三摩地 皆大罗刹 暴宗必成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 好 所以我们必须从杀生这个面上来 慢慢转化到 能观察因缘轮回的关系 而知道悲悯众生 第一个 从不伤害众生 还有对峙自己的贪着 这份称心 是不是 食肉 乃至伤害众生的这种称 这种贪 必须要看到他对自己的 道业的伤害 对众生的伤害 应该从这里看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烦恼 对我们都是很重 但对修行慢慢得力的话 像贪欲 其实都可以逐步逐步减少 如果你修行得法的话 当然我刚才讲 就有些人即便到 灰想定他会影响 那是对烦恼集中 或者的话 平常的修行 的确也可以逐步慢慢减少的 只是这个减少未必断根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处处谨慎 小心 而且你也不能只是在外在维护 而且必须要慢慢从法透到 他的烦恼根源 那你要知道你一时没办法断 你也必须要戒胜恐惧 不是马上就要求你马上走 那种你不能生不患 但你心会有这种烦恼 你也必须要实时防护 这是没办法要求你做到完全 不起心动念 但至少你要知道 这个会如果不防止 它会一直带下去烦恼 包括我们的称心 我们那个杀身 那个一下轻忽 一下轻忽 轻忽到你会越来越随便 有时候我们在维系处里面 看到我们不小心伤害众生 但我们好像就是念个火就算了 但我们很少神起一种惭愧心 或是比如说 如果你不小心伤害到父母 让父母受很大苦 你会不会是很自责 但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伤害到众生 我们会觉得阿弥陀佛 变成越来越轻率 类似这样的心都必须要留意 这都是在守护我们自己 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夷 云和世人得出三界 那个斗点拿掉 云和世人得出三界 这种人怎么读三界 因为他这个烦恼极重的 你看现在讲这些都是欲界才会有这种明显的 那如果这个象都还那么重 你就讲出三界那不是很可笑吗 云和世人得出三界 如教世人修三谋地 赤断杀身 世民如来先火世尊 第二决定亲近明慧 这是如来先火世尊 都是这样的 必然是迂行这个道理而走 这是决定的 不可以动摇 所以从与这种四个亲近明慧 是我们修道的第一步 基本 从这里慢慢内化 所以我们看到 粗的淫欲不做 然后慢慢贪心也对 粗的杀身不做 称心也慢慢相互 要这样一直开始练习 事故阿难 若不断杀 修禅定者 譬如有人自塞其耳 高声大叫求人不稳 此等名为欲隐迷路 就是说这没用 就是说你以为这不伤害你自己 但其实你就是说 你明明有这个声音 明明有这个果报 但自己蒙蔽不想正视 然后以为就没有 你塞的耳朵大叫 然后就说没了没听 是你没听到 是你无知 怎么会没有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 我们为什么从元气法里面 为什么大家对十二元气要细 看 因为这一份心 它带动的是 什么样的因缘 才会造这个叶 而造这个叶 才会感应了 怎么样的因缘生灭 这不是你自己躲起来就算了 我就讲 银怒痴皆是活道 是活道 但也是烦恼 在什么情况底下 银怒痴是活道 但对你来讲 既然如果是活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银怒痴 你要是能对银 你知道银怒痴 你如果知道银怒痴是活道 就无银怒痴 所以你知道银怒痴的真相 就无银怒痴 但你既然讲银怒痴是活道 却还有银怒痴 这个活道对你 这个银怒痴就是烦恼道 怎么会是活道 清净彼丘 其诸菩萨 于其入行不踏身朝 旷以自拔 这个在比较清净的彼丘 他连朝也不随便他 因为这中间还有影响到一些众生 云和大悲 取诸众生血肉充实 在清净的地方随时守护 都怕影响众生 这一份守护众生的心是实时现前的 那你怎么会大辣辣的 连朝都不敢随便踏的 你竟然是取诸众生血肉充实 所以有时候 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到国外 看到人家那个地方民俗 就一只猪 就做成猪 剖开来 就是要去拜神 我们坐在一个汽艇里面 刚好他们也坐在里头 他们坐在前面 那个猪就放在那个两边的 就是椅子中间有走道就放在那里 我怎么看就像人爬在那里 我就当作是人在那里 我们照理讲如果是人 我们是不是注念 不是 他只是化为猪 他们就是扛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扛的一个人 要去做祭祀 要去做那个 不是很快吗 在我们来讲就是 人被钉在一个板子上 他们就扛着要去庙里拜 但我们在看他 我们就坐在后面 看到那个猪被剖开来 就是四猪 就像人了 就两手两脚掺开来 钉在那板子上 那我怎么看都像人 我说人何等愚痴啊 你看他是猪 他其实无畏 他就是人嘛 是不是 他人转来的 忍心在这里 愚痴到 这个说不定还是你的眷属 那就这样一直 所以这个才是 愚痴啊 若诸众生不服务 东方失眠捐薄 即是此土 薛里求翠 这个鸟兽的细毛 乳若体腐 如是比丘 于是挣脱 长环树寨 不由三劫 就是走到细的时候 走到细的时候 不管是直接 直接当然不用 连间接会伤害众生的 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地方 不容易做到 但要做也可以 但如果可以的话是 凡是有伤损众生的 间接因缘的 都不会去促成 不会说 因为我意思说 当然我没有去伤害众生 但凡是有间接的 有可能连结到 众生的苦 那我这一概 不去促成 不去做 所以包括东方的 那个失眠捐薄 如果包括 这个薛里 这个毛 众生的毛 这些毛皮 包括乳若 因为它是要给 它的小牛吃的 不是给你吃的 你把它拿去 当然我们像现在 就没有要求 到那么细了 但其实 好吧 你现在就受用 那你也必须要知道 这中间 背后还有很多因缘 是不是 我们今天讲一个 我们反正把动物都当人 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道理一下就容易懂了 你看 当然像有些绵羊 有时候不替它也难过的 那个 可能因为它毛一直长 长到一球了 这个 有时候帮它替它也舒服了 但我们不谈这个 就是说 我们从正常来讲 你夺它的东西 夺它 它这个眷属所需要的 夺它所爱 夺它所有 这都是伤害众生 是吧 那你乃是 你用种种手段 本来它是正常的方式 在维续下那下一代 但人参与进去 夺其他的东西 在某个意义上 其实换作就夺人的东西一样 你如果把它当作人 就很容易想到 这种对众生的 间接的伤害是怎么样 好 于是挣脱 偿还素在 不由三界 就是这一份 轮转三界 渊渊相报的这一种因缘 这一方面 可以慢慢脱离 可以故 福其身份 皆为彼岩 你看 你所有受用它的这个身份 它身中所流出来一部分 毛 法 这些都是它的 你从这里得起一部分 皮这些 皆为彼岩 如人拾其地中白骨 足不离地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受用这个的时候 在嫩眼睛要求就更细了 就像他这里举说 如人拾 地中白骨 足不离地 你受用地的东西 你就着在地 你受用畜生的这一份习性 这个习性就在 所以这个光阴天 来到人世间 就吃地肥 吃到最后 它本来可以肥的 那后来因为 当初土地很肥沃 吃的都非常好 所以他们吃一吃到最后 身体越来越沉重 不能飞了 一代一代一直下来 本来是可以飞行的人 但因为看到好吃 欲望重的 夜报就受影响 再也飞不上去了 所以 必死身份 于诸众生 就是这一份身份 慢慢也跟这个众生就相应了 若身身份 身心恶徒 不服不食 我说是人真解脱者 就是对他的身体 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毛 法 这些 我们不食他的身体 对一切众生的身跟身份 身份部分 身心恶徒 不服不食 就是说 我既不 我身不服他 不吃 我心也不贪求 我既不去杀生 去受用他 连我心都不想要去 夺众生的这些 身跟身份 属于众生的身 跟他的身份 除身体之外的 跟系 系属在他身上的 这些 我也都不用 我 他众生的身身份 在我身体上 我不去做 不去用 我心理上 也不会去贪求 对 我身体 不会去夺众生的身身份 我心也不会去贪求 他的身身份 我说这个世人 真解脱者 所以这个 我们当然 现在有些环境里面 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 越来越不容易 好 但至少 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这个问题 你所有这一份 多一份的贪着 其实都令众生受到这样的苦 是不是 那众生有没有受苦 你想 不减的话 他身体会很热 有道理 但实际上 你怎么去看这个毛 是从事 这一个人身上来的 还是你夺他所爱 有时候我们要讲说 这个讲很多道理 但你怎么去抉择 你没有伤害众生 因为你又贪爱 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东西 我们说我没有伤害到他 也对 有时候有状况是没伤害到他 但你对每件事 你在受用的东西 你能抉择吗 你真的能抉择 你现在受用的这些东西 不伤害到众生 所以那为什么不从自己 少欲喜足上面去下手 那我简单的 众生就不用受苦了 不是吗 是不是 不是一直在增长 然后就找理由 说这个可能不会 这个不会 当然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东西很难分别 但我们为什么不 以其耗很多时间 那不然就尽量减少自己的贪着 多意念众生受苦 那真的不得已 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得已 那实在是无法回避的 但至少不是因为贪欲上 不降伏自己的贪跟撑 我们却在这个表面文章上 一直在找理由 说可以可以 这不是很 跟他我们修道人 本来要对峙的烦恼 变成有点脱离的不是吧 这个跟原来的精神就脱离了 如我此说明为佛说 不如此说即颇寻所 这是属于杀生的 阿难 又护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偷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那个贪随生死相续 杀生也都是生死路 所以我们讲十善业道 还有十恶业道 业道 就是这样造的话 这条路就往那里走 那你的沙道云就往那里走 这个业道 这条路不是谁班牌的 不是谁决定的 是你的业就形成这个果 业道 如羞三昧本出成老 偷心不除成不可出 众有多至禅定现前 而如不断偷 避若邪道 上品精灵 中品妖灭 下品邪人 就因为喜欢偷 所以这样贪取之心 就让你 因为这个都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道理就像 我们 有一个道理就是 水 水是不是 如水救湿 水是不是往湿的地方 有些地方就是跟它相近的 水会救湿的地方去 那个习性是往这边走 你看地藏经里面 什么样的烦恼 会什么样果报 它是感应过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 淫的话会磨 杀的话会这些鬼 那偷的话就往这边 因为它是往这边走 它就是往 这个习性就相应过去 所以它必然往这边感应 好 我们看这里 讲说 道理一样 诸媚所着 就是即便它有智慧有禅定 它就会往这边去相应 得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路上这样谈 我们也文法 我们也修禅定 那你说持戒会不会 就看你怎么持 凡事你如果不能真实面对你的烦恼 你修戒定会 都照样去 你的戒要亲近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有时候 像一些外道 我们不是讲说 印度有同外道 他们持戒是比我们更亲近的 我们是举那个 连剃头发都不剃 它用靶的 因为剃会伤害上面的众生 所以用靶的 这个是不是要先烫一下 那烫一下又跑洗泡泡 不烫怎么拔 所以就有一个影带 一个女孩子 她们就出外道的家 她们就用拔的 这半夜半夜拔一次 这个太短 那不是用夹猪毛那种 我一想到她太可怕 你看 她是不是比你亲近 她的好意 但你就走偏了 所以我们如果注意 不管戒定会三学 如果顺向烦恼 都会跟她 就会感应这样的烦恼得出来 既有这个善法 你看是有上品中品下品 为什么还有上中下 就是有善法差别 有她的功德力差别 才会上中下 所以我们要是不把佛法 学得通透一点 你也听经文法 你有巧思 变才 你也禅定 你有诸多功德 但烦恼未除 就会这样的功德 和和这样的烦恼 胜出这样的结果 如是因果 所以我们修行当中 是不是要很执行 或者的话 你一点奇狂心 就会跟你的功德 结另外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这一条修行路 还是真的要学好佛法之见 如实照见自己 这中间分分功德 不是谁在裁判的 你的巴士阿赖耶士是最好的裁判 他是你丢给他多少 他一分一毫 不争不减 如实显现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 千万旁边的善知识 众多因言只是在提醒 最大的问题 还是对自己交代 是不是 因为那个主宰者是你的心 所以你今天修学佛法 那一份心是不是越看越细 我们可以把 有些我们看不到烦恼 因为现在学习 是不是越看越细 怎么还藏着这些烦恼 怎么隐藏这些虚伪 怎么还有这种慢 怎么还有这种撑 为什么还有这种贪 我们就开始 从很多的境界当中 去检测自己这种心 一次一次从烦恼中学 一定是从这里学的 所以在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 有时候也不好修行 因为你没有机会遇到 要烦恼很多也很麻烦 再一块 虽有烦恼不多 但没有机会让你从烦恼中学 那也不行 所以必须要 你大概免不了这些烦恼 但却有不断的引导你 你从烦恼中学 懂吧 完全没烦恼 完全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 你没有长养这些历练 但很多你也扛不起 没有你也没有历练 但就算很少 但也没机会去 如理思维 那也不一定有用 所以必须要 在生活烦恼当中 却还有一点空闲心 去这里转 如果烦恼到无空闲心的话 整个被烦恼塞住 然后就沉下去了 如果有这种烦恼 也不会影响你很多 但有点什么 每天都吃有寄蔬菜 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 加减酸甜苦辣 你才会增加胃口 对不对 经过一番寒侧骨 哇 哎呀 才知道修行的喜乐 是不是 真的拿得没话铺鼻香 所以应该在这种烦恼里面去看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不容易完全免除这种烦恼 但学会的开始观察 从初到细 隐藏的这些烦恼 应该懂得观察 好 彼等群邪 亦有屠众 各个智慧 尘无上道 我媚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妖邪 赤胜世间 潜意妖 奸妻称善之士 各自为己得丧人法 简或无事 就是诱骗那些不知道的人 简或诱骗那些不清楚的人 这个孔令师心所过之处 就是种种的让他们心颠倒 那所以这种人所过之处 齐家好善 所以他这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种那种 人所到之处 他不断的去欺骗 令众生 因以这样的因缘而损耗所得 是不是 在有些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我们要令众生得利益 但我们后来发觉 比如说在宗教信仰里面 我们尤其要小心 有时候我们给大家众生 讲了很多 因此有很多众生来扶持 问题是 事实上是扶持你是拿到了 众生倒是没得利益 那你是不是偷 是啊 你等于七狂众生不是吗 众生从你身上没有得到利益 是你反而从众生得到你所要 在某个意义上不是盗取人家的 是不是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 在宗教信仰上有时候就是说 谈的给众生的是一个 你看 当然称善之士各自为己得上人法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那种大狂语 有讲说自己已经正德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了解佛法 把一个佛法讲偏了 让令众生受用 然后再种种供养 那在某个意义上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修学 当我们要把这个法讲出去 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有一点心得 当然我讲一个实在的 我们在还没解脱之前 难免都不一定很真实 但至少我的意思是 就你自己本身 你要说就要说 你至少很真实的真实语 我今天讲这句话说 你讲的真实语不一定真实 但你千万不要讲 你自己都认为有虚假的东西 懂吧 你现在很诚恳的跟人家说 众生还不一定得利益 但至少你还有那份悲心 有那份很真实的心 你还是有功德的 那你如果没有 自己都是心很虚 自己也不真实得利益 那在这个当中 令众生看似可得 其实这条路是遥遥无奇 为什么 你讲的是错误的 你自己不受用 他人不受用 且用这个虚假的法 欺恐众生 获得利益 那不是道 那就要披毛盖交换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因为方便 而且大家都有权利 大家很重视人权 所以每个人也可以随便说 那最好你小心 第一个你对不对 再过来 所以在于为什么我们在修行上 必须要尽可能的 我们不一定有如实功德 所以我们不能贪多 不能贪求 我们应该尽量怎么样 少欲知足 从自身上 因为你可能 你不一定具足这个真实德 但你还有这份心不断的利益众生 但又怕违反因果 所以应该什么 少欲知足 少 少一点 不要无意中盗取众生物 令人家齐家好善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 所以 不偷 所以从具体上去偷取 偷取众生物 到最后那种 那种贪求 想要获得几利 一个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贪之心 那贪欲是另外一个贪欲 但这种贪欲当中 换的另外想要盗取 这就另外从贪欲隐身的什么 偷盗了 但偷盗其实还有很多因缘 在佛法当中 有的人是 我们贪经常 我们 道有时候是因贪而道 有时候是因称而道 有时候是因愚痴而道 有时候是因愚痴而道 但现在讲的是那种 比较简略的谈 或者我们的心是合在一块的 有的人是因为愚痴才去偷盗的 不是他要 是偷盗 夺人家的东西 有的人是称故意要夺人家的东西 但不是他要 所以烦恼如果细讲的话 是互相转在一块的 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那个贪欲心 还有称恨心 这种杀身 偏向这个称 都是比较偏重他比较特别的 贪爱而淫 称而杀 对不对 就隐身另外隐身偷 但其实实际上烦恼是经常会互相影响的 好 好 我们时间关系 今天到此 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欲切 普及欲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